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解释型作文 待会儿讲的内容大概长这个样子 我用的录制软体呢,右边你可以看到有索引 它每一张投影片的标题都会建立一个新的索引项目 你在右边点下去呢,它就会把你带到这个影片过程中用到那张投影片的地方 好,那如果说上次讲叙释型作文 它的重点是你想要给读者什么样的感觉 或是什么样的阅读经验 解释型作文呢,就是你想要让读者了解什么事情 这主题呢,可以专业,可以很个人主观 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 所以比如说你可以调一个你自己系上专科知识的东西介绍 来解释它 你也可以调一个你比如说你个人嗜好很喜欢从事的活动 或是你自己的兴趣来解释 可以是一个东西 可以是一个过程或是一个程序或是一个体验 只要你是用 解释的,让读者了解 未必是用,让读者感动深色 而是知识上理解,就可以是一篇解释型作文 好,那作文的引言 通常这个地方就是要 比如说可以提出你的读者大概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遇到你要解释的主题 或是什么时候会看到它 或是会需要用到这些知识 专科知识的话 这个你就要稍微想一下 那比如说如果假设你是BTS的粉丝 那你可以写,这一段就可以写出,比如说你在逛网路上的社群媒体 然后看到BTS的影片啊 或是比如说你的朋友当中也有粉丝 然后你对于他们的热情很好奇啦 就此类 这段就是在让读者可以联想到大概什么时候会用到 或是会有关于这个主题的好奇心 会想知道更多 那接下来这两点呢 没有给编号顺序 因为中间的过程都需要用到这两个 所以首先就是你要想说你要介绍的这个主题 你要按什么样的顺序来讲解它的各个面向 即便你要介绍的是一个具体的物品 因为文章是线性的 读者只能从头渐渐往下读到尾 它只有一个方向 所以你在介绍的过程中 你也要考虑说你的这个主题的不同面向 你要按什么样的顺序来讲解 有些东西好讲 你的主题大概有哪些面向 然后看能不能按一个比较和逻辑的方式把它串在一起 那刚刚举的例子 那刚刚举的例子 这也是顺序逻辑的一部分 另外你中间几个段落也需要提供一些 讲完比较抽象的介绍 或是你可以用一个比喻的方式 来介绍 这一段 如果整篇都是抽象讲解的话 读者心里会觉得说好你讲的我懂 可是我没有真的get到没有真的sense到 没有完全理解进去消化进去 因为我想象不到这些知识 我可以怎么用 或是它跟我的连结是什么 这就是运用这一段要讲的东西 所以记得不只是抽象的介绍 看能不能加一些具体的元素在里面 那当你主题介绍完毕了 你要解释的东西都解释完了 最后一段结论呢 一个比较常见的写法是说 你读者了解这个知识资讯之后呢 跟了解之前你有什么差别 比如说刚刚举的例子是bts的粉丝 所以比如说你结论可以写说 那这样子你了解bts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之后呢 下次你遇到疯狂的粉丝 你就可以大概了解 为什么会对这几名少年这么的疯狂 诸如此类 可以做一个与读这篇作文之前的比较 先后比较 不懂跟懂之间的比较 那这只是一种写法 另外一个写法是 比如说如果你的知识是很实用的 或是你觉得人们需要知道的 你就可以鼓励你的读者拿这个知识 然后去过更美好的生活 譬如说 就会是一个比较有启发性向上的结论 但无论你的写法为何 记得要就是连回你提供的这些资讯的用处 时机或是这个哪里有用 或是对为什么对读者比较好 或是读者可以 这个知识的改变 那中间需要几段就是取决于你的主题 看你觉得需要讲解多少的面向 你就分几段 这个分段就比叙事情作文清楚一些 通篇作文无论你在进行左列的哪一个环节 都应该把右边这三个点留在脑海中 还记得的话叙事情作文是先把感情放在第一顺位 因为叙事情作文的重点就是你要让读者什么样的感觉 那解释情作文第一顺位就是资讯 但是第二顺位还是有情感在那边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的文章枯燥乏味 你只是一直分向罗列你要讲的知识 读者不会想读下去 即使读下去了 也没有办法真的消化内化去理解 因为人呢 其实即便我们身上说我们是理性的动物 但其实我们理性背后 还是有那个情感在作为动机或是作为撑腰 所以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呢 也必须要有情感的成分 最常见的解释情作文的情感就是 学习的乐趣 或者是这个受启发的那种思考上的刺激 就是一种哦我懂了原来是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就可以深入到你每一段讲解完一件事情之后 你可以把这样的这个学习的乐趣的情感放进每一段 那如果你要讲解的是一个 譬如说你要讲解这一次武汉肺炎的疫情发展 那当然这就这个情感就不适用了 你可能要调另外一种情感 譬如说你可能在讲解他的发展扩散的过程可以用一个 比较悲剧性的或是比较 不是说恐怖啊 就是一种 一种 紧张害怕的情感放进去 你也许你是可以是独立出一句 每一段独立出一句来体现 这样的感觉 也可以把它伸进你解释的句子当中 譬如说负面的话可能就多用一些这个万一 或是如果不这种句型也可以 所以看你的主题是什么 你觉得哪一种情感比较适合 这个也不能忽视 那第三点呢就是无论是叙事型还是解释型作文 随时都要顾及到你的读者读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知道多少 他不知道多少 他准备好学习下一点知识的吗 以及既然提到这个作文的情感 读者读到这边的情绪上如何 他情感上准备好接受下一点的吗 如果你一直讲负面的下去 他这个会读的下去吗 或是说这个情感的调试对于读者的阅读欲望跟这个经验有什么影响 都是随时要考虑进去的 那到时候你们做分组互评的时候呢 读者了解多少 他读到哪里懂多少 这应该就很明显就会出来 那这个也就是你们可以修改的最主要的东西 那在讨论的过程中也不要忘记想说 当你是读者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想说 你读你主人的这篇解释情作文 读的过程中你的感觉是怎样 是开心的 是伤心的 是绝望的 是觉得很兴奋的 具有此类 以及这个读的过程中感觉有没有变化 这些都是可以 互评的时候可以注意的点 好 介绍到这里 因为这是影片 所以如果你觉得我讲太快的话 你可以跳着回去看哪一段没有听懂再听一次 有任何问题 请务必要写信问我 因为我们不会再有就是在具体课堂面对面 要你提问的机会了 那写字型作文的主题 真理就是看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知识 你觉得是值得分享 或是一定要分享 或是你只是单纯觉得有趣可以分享 都行 主题不限 我很期待看到你们能够写出什么主题 我也很积极想要跟你们学习不同的知识 加油